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信 一起和大家看看今早各區的氣溫 七點多時 香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溫都在二十二一度左右 天氣還未特別涼和 不過大家要留意 原來預計一股強力的冬季季後風 今天將會逐漸影響到廣東地區 在昨晚到今早的一些氣溫分析都見到 在廣東北部的一些凍空氣 其實都逐漸地向南擴展 預計香港今天晚一點的時候 氣溫將會顯著下降 大家如果需要早出晚歸的話 出門口的時候 記得都要帶足夠的保暖衣物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見到一道廣闊的雲帶覆蓋著整個華南地區 看看早上的時候 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看到天上的雲都是比較多一些 在雷達影像其實都可以見到 在香港附近其實都有一些零碎的雨區發展 雖然雨勢不是特別大 不過預計香港今天都會有幾陣雨 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會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雨 初時的能見度是較低 而最高氣溫會上升在二十一度左右 不過要留意 去到日間稍後的時候氣溫將會顯著下降 預計去到今晚的時候 最低氣溫會只有十五度左右 風方面會吹著和緩的東風 而北風會逐漸增強 預計去到未來的兩三天 早上都是相當清涼的 去到今個星期後期 日間的氣溫才會稍為回升 一直聽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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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